据国际原子能机构分析 北韩可能已在宁边核设施 重新生产核武器原料布 国际原子能机构在当地时间27日发刊的 《北韩核问题相关报告》中指出 北韩宁边核设施内5兆瓦核反应堆 从今年7月起出现排放冷却水等重启迹象 此前2018年12月至这一时间 一直没有迹象显示北韩重启5兆瓦核反应堆 5兆瓦核反应堆是北韩核心核设施 如果再处理该设施产生的废燃料棒 可提取核武器原料布 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 还有迹象显示 北韩从2021年2月中旬至7月初 运转5兆瓦核反应堆附近的 罚燃料后处理设施及放射化学研究所 这5个月的运转时间 正好与北韩此前公布的 罚燃料后处理所需时间相吻合 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 北韩核相关活动继续引发严重忧虑 北韩重启5兆瓦核反应堆 和放射化学研究所的新动向 非常令人担忧 美国《华尔街日报》指出 北韩重启宁边核反应堆 与阿富汗撤军伊朗核项目谈判 一道将成为拜登政府外交政策的新挑战 在此背景下 负责北韩核问题相关事务的 韩国韩半岛和平交涉本部长鲁归德访问美国 鲁归德受美国对北韩政策 特别代表金城的邀请访美 访美期间将与美国国务院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有关人士会晤 双方会否就北韩核问题 进行深层次讨论引人关注 请不吝点赞订阅